卖两步退一步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 自当地时间14日起在布鲁塞尔举行 主要议程包括是否决定启动乌克兰的入盟谈判 以及表决是否将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的经济援助 本次欧盟峰会前不少分析曾预测 在从美国空手而归后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极有可能又将面对欧洲带给他的失望 然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却在峰会第一天就出人预料地宣布 欧盟已决定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 这让泽连斯基高呼胜利 不过仅仅几个小时后 匈牙利就阻止了欧洲对乌克兰的重要援助计划 对此英国金融时报 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15日评论称 这场欧盟峰会对乌克兰来说喜忧参半 一方面该国在入盟问题上取得了象征性胜利 但同时进一步加剧了乌方此后 从欧盟和美国获得持续金元的不确定性 它可能给俄乌冲突局势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当地时间14日 米歇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欧洲理事会已决定启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加入欧盟的谈判 他还说 欧盟决定给予格鲁吉亚欧盟候选国地位 并决定在达到必要的入盟标准后 启动与拨黑的入盟谈判 不少欧洲媒体报道称 这一决定之所以能够通过 是因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当天缺席投票 欧尔班此前一直坚决反对乌克兰入盟 但在欧盟委员会13日宣布为匈牙利解冻部分冻结资金后 他的口风有所松动 据路透社报道 在14日晚间开始投票时 欧尔班离开了会场 并未参与表决 而此前对乌克兰快速入盟 持反对意见的斯洛伐克和奥地利 并未投出反对票 因此决议最终以26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通过 欧尔班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26国坚决做出这样无意义 非理性和错误的决定 匈牙利不想参与其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引述知情人士的说法透露 建议欧尔班离开会场 使投票得以通过 使德国总理舒尔茨的主意 投票结束后 米歇尔称 这一结果向乌克兰人民和整个欧洲 发出了清晰的希望信号 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上述结果创造了历史 使乌克兰和全欧洲的胜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美国对欧盟与乌克兰和莫尔多瓦 开启入盟谈判的历史性举措表示欢迎 称此为实现欧洲大西洋愿景的关键一步 不过胜利的喜悦还未维持多久 乌克兰又被泼了一桶冷水 当地时间15日凌晨 欧尔班在社交媒体上宣布 他对向乌克兰提供额外资金投下反对票 对于自己的反对理由 欧尔班表示 他们想用钱来延续战争 这侵犯了匈牙利的利益 米歇尔称 除了欧尔班外 剩下26国的领导人都同意提高预算和援助计划 但由于匈牙利的反对 各国领导人将在明年1月继续开会讨论相关问题 德国电视一台15日评论称 这是欧盟峰会的历史性决定和否决 欧尔班成为欧盟峰会的关键人物 对于两项一成的不同结果 金融时报描述称 欧盟向乌克兰伸出一只手 收回另只手